在翡翠家族中,可以用彩虹色来比喻翡翠的颜色,其中绿色翡翠是最常见的,翡翠也是以绿为尊。 绿色翡翠在大家的印象中比较深刻,可是你知道吗? 其实在翡翠家族中,还有一种颜色的翡翠是最独特的,那就是黑翡。 黑翡在形成的过程中,因内部的矿物质没有均匀地散发出来,一直沉淀在翡翠的内部,就导致最后的颜色特别深。 起初,这样的黑色翡翠是不被接受的,后来随着审美和认知的多样化,这样的翡翠慢慢被大家所知道,慢慢受到一小部分人的喜爱,就逐渐形成了一种特色。 黑翡其实不完全是黑色的翡翠,有一种特别的翡翠也是黑翡家族中的一员,那就是墨翠。 这类翡翠比较特殊,表面看是漆黑一片,在灯下一看,通体呈现深绿色。 但黑翡家族可不止墨翠这一位成员,他们有三位成员,分别是乌鸡种、墨翠和黑干青。 我们首先来看乌鸡种。 乌鸡种可以说是很特别的翡翠了,因为翡翠内部掺杂着黑色,看起来又脏又乱,一开始是丝毫不受欢迎的。 但近几年,因为审美的多样化,乌鸡种开始慢慢地走进大家的视野。 有人觉得它那一丝一丝的墨色,像极了中国传统的水墨画,意境感十足。 乌鸡种虽然黑,但它的黑还是很通透的,深色的部分也能够呈现出微透明或半透明状。 不少的乌鸡种还具有玻璃光泽。 乌鸡种近几年的价格也是在不断地上涨,好的玻璃种的乌鸡翡翠更是价格高昂。 接下来我们看墨翠。墨翠的外表漆黑一片,看着墨翠就像照镜子一样能够照出脸来,因此墨翠也被称为情人的影子。 墨翠的表面是黑色的,在灯光下一看,会呈现绿色并散发出淡淡的绿色的光。 墨翠的颜色非常均匀,质地很细腻。 墨翠与乌鸡种不同,灯下一看便知区别。 墨翠是因为绿色太多浓郁呈现出绿色,也就是绿的发黑。 在灯光下,墨翠就显现出浓绿的样子了,而乌鸡种在灯光下,黑的部分还是黑的,没有任何变化。 第三种是黑干青。 黑干青对于翠友们来说可能不太熟悉, 但说起干青种,大家就知道了吧,黑干青就是干青种的一类。 黑干青的质地呢,比较粗糙,且颜色比较深,看起来跟种水差的乌鸡种有点像。 但是,把黑干青切得薄一点,就呈现出鲜绿色,这也是与上面两种翡翠最大的区别。 黑干青的品质太差,做出来的翡翠观赏性不高,是比较低档的翡翠。 黑肥家族比较特殊,都是一些比较小众的翡翠。 颜色虽然比较深沉,但搭配一些金属的设计,也能够成为很酷、很时尚的翡翠手势,彰显出独特的个性。 好的家人们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感恩您的聆听,我们下次见。